然後那天她就說 媽媽會有點不舒服 然後她就說 那妳趕快那個不要洗 我跟她去躺著睡覺 過一陣子的時候我去摸她 我就 嚇到 很燙 如同那個炭火一樣 然後一兩 四十一點九 然後打那口公公說 他 不不不 他四十一點九 你去我怎麼辦 然後她就說 現在你有藥什麼 所以先退燒什麼什麼 因為我之前不是常常講 徐老三壞話嗎 可是後來她有一次就 因為她平常就是真的 聲音很多 然後都很刺耳 我常常跟她就吵到不行 然後那天她就說 媽媽會有點不舒服 然後我就想說 很淡 然後我就說 那妳趕快那個不要洗 我跟她去躺著睡覺 然後她過一陣子的時候 我去摸她 我就 嚇到 如同那個炭火一樣 然後我就趕快 拿那個耳瘟槍 然後一兩 然後你看 四十一點九 太高了吧 對 我以為我 因為我以前頂多就是 三十八 三十九 所以已經下昏了 對 四十一點九 我就 然後打她的口 我跟公公說 因為我公公是醫生 我說 她四十一點九 妳去我怎麼辦 然後她就說 家裡有藥什麼事 先退燒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進去 然後我老公說 寶寶她現在就是 妳要跟她有隔離 我說她才幾歲 妳要我讓她一個人 放在房間 這怎麼可能啊 然後我就這樣 一直幫她按腳 然後就一邊 我還戴著口罩一邊按 然後就一邊就想說 媽媽以前怎麼 一邊哭就是這樣 然後按很久 很久之後她就說 媽媽 我就想說 她是不是要說 謝謝妳 對 然後她說 還滿清晰的 因為她發燒 發燒是頭 滿清晰的 然後她們就可以 她也按我腳 對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 我就按她頭 然後一邊按一邊哭 什麼的 真的 然後我老公還說 伯伯妳今天要洗手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說 妳 妳為什麼是 妳為什麼這麼語氣 我說妳這波有多心疼 妳這波有多燙 感覺好像要死掉 什麼什麼的 不過她竟然 三天就好了 我本來想說 我本來想說好心 然後說希望妳趕快健康起來 就有沒有想到 第三女的怨還真靈 她現在你也好了 她說 媽媽妳要不要做飯給我吃 我說妳好了嗎 她說 對啊 她沒有變得比較感謝妳嗎 她沒有變得比較感謝妳 沒有 我說 那有UberA呢 然後她說 拜託 我之前確診 妳還給我吃UberA 反正 妳要做營養的東西 給我吃好不好 她真的很清楚 然後有時候對我很沒禮貌 然後我老公會說 寶貝 妳知道妳當時確診的時候 是媽媽一個人進去 在房間陪著妳 對啊 然後她就說 她是我媽 不然呢 不是 好狠喔 好氣 好氣喔 好 說得柏有道理 但是也有道理 對啊 她好氣 問題是我就想說 她什麼都沒有感受 就沒有說謝謝媽媽 謝謝媽媽 至少感謝一下嘛 就是 就那三天就 很快就過了 就過了 對 所以最難的地方 妳們是覺得小孩生病 生病 然後 通課啦 然後像現在哥哥二年級 就開始要有一些數學啊 數學 我跟妳講 千萬不要教自己的小孩 不要輕易嘗試想 我不像小可她很M 我就說 我剛才在後台遇到她 我說人生喔 的角色有分S跟M 我說 受虐 她受虐 她居然自學 對啊 妳小孩自學 在家 三個 她自己教耶 我真的 她又是數學老師 又是歷史老師 又是電影老師 但是她們意思都是自學嗎 沒有 就今年開始 她今年學 目前老大老 老大的東西 大部分妳有請外面 因為她的姓像比較清楚 就是喜歡生物化學啊 科學 所以我就讓她 走得比較學術類 就請老師教 但是基本上 閱讀 國語 數學 學術類 那腳要脫 我要脫 一腳很多 太多 教子要緊教 可是我不覺得 她們小學的 怎麼可能 我們可以教 她那個 小學數學超難的 而且現在 科學都很難耶 我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的課本 跟我們以前課本 不一樣 完全不同 然後 我一翻看 馬上蓋起來很好嗎 妳鬼屋還可怕 妳邊有鬼屋是不是 妳鬼屋這樣可怕 然後我有一次就想說 不行 我要當一個好媽媽 我不能每一次 都這樣子跟自己講說 什麼 我不會數學 我不行 我要去當好媽媽 然後我就衝上那邊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教到第一題 第二題的時候 我就衝衝 我就就拔下去 我就說 實際上轉過來 變成實實控式 妳不懂 然後後來我就突然 我怎麼失控式 沒有 我跟你講 尤其是現在 大家都是用手機 在傳簡訊對不對 然後我女兒就是 國語課叫我教她 她說 媽媽 她絨上面是那個 繁那個 怎麼寫 是 然後我就說 繁榮不會寫 然後我就 她說 怎麼寫 然後她 然後我就這樣 妳看得見嗎 妳看得見嗎 然後她就說 妳不要動 然後她照那個手機 然後就 太久沒寫 是不是會忘記 會忘記 我突然會忘記 亂寫一通耶 對啊 媽媽寫得也是錯的 對啊 可是妳們是誰建議說 如果是獨生女的話 我啦 我是覺得 女生啦 我是覺得 一個女生真的太可憐了 因為她要背負到 很多的生活的壓力 跟以後她要照顧 父母的那些壓力 所以我聽到獨生女的時候 我都會勸她說 妳想盡辦法再生一個 因為至少有姐妹 或者是 姐弟可以商量 志情 對 因為像我現在也是覺得 還好我有兩個姐姐 是不是 什麼事可以商量 對啊 多一個人 那其實除了那個什麼 因為我 現在不是很多人在討論說什麼 我們要生一個小孩 那我們要存多少錢 然後我們要怎麼去安排 自己的那個費用 怎麼去支出 可是現在是 如果是三個以上的話 那有機會很可怕嗎 真的開學很可怕 你知道 因為我們家是一個大學 一個高中跟一個國中 他們每個學年都有 對 只有國小的是念 那個公立學校 其他都是私立 那有很多錢 真的 就是繳學費的時候 那一陣子 巨哥的臉又特別的黑 然後你就想去 那一陣子 我已經很 我就想到小時候媽媽標會 為了要交學費 因為以前小時候 我都說媽媽 我想要學什麼錢 她說 沒錢 所以不然就是媽媽要去標會 才有錢講學 我就感受到那種 經濟壓力真的有了 很恐怖 一下子錢要出去的那一種 而且都那一個月 對 那個壓力都在超大 就是幾週上學期 比如說上學期準備開學了 我以前很喜歡綠色 那個草綠色 我現在很討厭草綠色 因為繳費單 因為繳綠色 然後每次我找妳 就是有像千年落布 然後那個綠色 安保飛下來的時候就 上面妳就要先去看 妳就先迷你排 看這一次多少錢 然後一迷你 註冊費三萬多 再加上一個月的 的那個 月份費 所以一支至少四萬五 四萬五我有三支 妳當天 當個月 當天當月 妳噴過去就是一個包 所以妳說我包包幹嘛 用十年 真的 因為我想說 萬一他們將來出國念書 然後還要給我租什麼房子 不想要住宿的話 對 那錢 那個都是錢 真的 就要燒 那個錢燒很兇 很恐怖 對 所以我們現在都很想去醫美了 對 這什麼結局 連垮就垮吧 因為兩個未來都重要 真的 當媽媽那麼累 然後妳們看了那麼多小孩 然後妳們也是都兩個 對 可是女生還是愛漂亮啊 就是不希望自己變得 當媽媽的時候累到她 不能變黃臉 不能有媽媽感 對 就算妳看鏡子覺得說 跟以前差很多 但是妳心態 是要有那種覺得 真的 對 還是很幼稚什麼 要 要